2个人针锋相对的时候 就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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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就是他也不让我我也不让他 哎哎你怎么一会 哎我要过我要过 哎呀哎呀我要过 我要过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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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 哎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好跑呀 哎呀你要讓我过 我便 哎呀那动不了了 哈哈哈 算了我不跟你交劲了 你走吧走吧 走吧 随便交劲了 跟我给你交劲了走吧 走吧 走吧走吧 都不知道让着我 真是 刚才啊我们过了一个 很窄的一个出口 我故意 挤我的妹妹 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但是我们俩呢 这种争执的 挤来挤去的方式 在老北京 有一个词语 可以形容一下 叫什么 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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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劲的意思是 谁也不让谁 跟你杠上 就是跟你没完了 就是情绪上来了 已经不去管事实是怎样了 我只想跟你对的干 我也只想跟你对的干 这叫较劲 普通话呢 我们叫较劲 但是北京话 我们就叫较劲 加了一个儿话音 较劲 有些时候呢 比如说踢足球也好 一些运动也好 我们大家经常喜欢较劲 来比谁更厉害 谁的球技更好 但是呢 在生活中 很多时候就别较劲 比如说 我们谁先进电梯 谁后进电梯 无所谓 谁先从公司走 谁后从公司走 无所谓 谁干了多 谁干了少 其实也不用去较劲 不然的话 你的人生总是在较劲 给自己增加负担 也给别人增加负担 比如说我们俩现在非得较劲 谁到底比谁快 我们就会让自己很难受 因为很累 比如我们还有一项运动 掰手腕 这个呢 这是最好表现的一种形式 叫较劲 我们的劲 看谁大 我跟你就不服 我就要跟你掰手腕 只要较劲 好 我现在要先出发了 他肯定追不上我 等等 我要转过来 你不能先出发 我现在也先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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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要太多了 打的 atenção 是吗 还是吗 是吗 在这里面就像对方 所以我转抢 非常热 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啊 也不要跟人家说话交劲 这样也很伤身体的 那我们再念一遍好吗 您学会了吗 您学会了吗 可以跟您身边的北京朋友 或者是中国的朋友们 说一下这种词语 他会觉得您非常的地道 地道 小鸡见